系统程式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要介绍一些档案的一些特别属性 这种属性的话 平常不太会用到 好那我们先一开始的时候先 跟大家介绍 一个process一个行程在执行的时候 它有三个ID 分别为Effective User ID Real User ID跟Saved User ID 简称EUID 那后面这个就是直接这样写的 好 最上面的这个ID呢他是真的 拿这个ID 来判断权限 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process 他真正的 ID是什么 这个地方有一点奇怪 因为我们待会会介绍到 我们在执行程式码的时候 执行一个process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 改变我们的User ID 所以我们 Real User ID就是 我们真正真实的ID 那后面还有一个Saved User ID 这个ID呢则是我在变换我的User ID的时候 我把被换下来的 有一个把它换上去嘛 那一个把它换下来 把换下来的那个UID呢 把它存在Saved User ID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喔 在 Linux上面要设定UID很简单喔 你就call setUID 这样就行了 那 setUID大家 这个 会有一点点误解 从他的Function Name来看的话 大家误解可能都都是说我可以随便设定为任意使用者 这是错误的 除了超级使用者就是root 以外 其他的使用者他在setUID的时候 要先看 你那个程式是什么样的程式 在该程式当中 如果那支程式 他本身有打开setUID的这个bit的时候 我才可以把我的权限做个变换 而且变换成什么呢 变换为这个档案的owner 的权限 好 那我们这里要制造一个超级的LS 这个超级LS可以干嘛呢 他可以进入任何一个目录去看所有任何一个目录的档案 所以这个 看起来好像 蛮危险的一个程式喔 因为他很好用 但是他也代表说这系统上面会有一些 安全上的疑虑 好那我们怎么制作呢 我们首先CopyLS 到我们自己的目录里面 好我们把Copy进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将他的owner 用 Changeowner CHOWN 这个指令 把 SLS的 owner设定为root 接下来呢 我们要加入 Set UID 这个bit 那是 Shadow也是一样要用SuperUser去做 Shadow CHMOD ChangeMode 加S S就是Set UID的第1个字 加S 然后 后面接着是档名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测试一下他可不可以进到一些特别的目录 比如说可不可以进入到root的目录 可不可以进入到Lost and Fod 的目录 那我们 实际上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先 这是 I-Notify 他是原本他是 普通的一个执行档 我要改变他的权限了 我们用 LS来举例好了 好那我们 现在这个目录里面就 SLS了 我们打SLS 然后我们要看哪里呢 看root这个 里面的资料 他说我们的权限不足 好我现在呢 ChangeOwner 抱歉我忘记打Shadow 没有问题了 大家可以看到他Owner现在变谁 Owner是 root 他的群组是谁 群组是一样是习乌弱 因为这个刚刚我没有 修改过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SLS 可以看到 这个Bit 这个Bit 跟这个Bit 这两个Bit 变成S 他有 他的权限 是比较高了 那我们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说我们可以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像刚刚那样 设定的话 我们的执行档本身 他的权限就蛮大的 他权限会变成是root 好 Linux里面有没有什么程式 他刚好会有这样的权限 有 Linux里面有 Password 这个程式 PSS WD 这个程式 这个程式呢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这个程式来修改 密码 但是修改密码那个密码 密码本身就只有root 可以 打开来看 所以 透过 Set UID 这个程式 可以让我们 做 让使用者 一般的使用者 做 他 想做的事情 那这个地方大家要 特别注意的就是说 Set UID 他虽然很方便 但是最好不要用 看看有没有其他替代方案 因为Set UID本身你等于是把 我们这个系统里面的super user的权限 让某一个人 让他使用 这个使用的话有可能会造成 资安 资讯安全上面的问题 好那UID的话要等于real user ID或者是saved user ID 那Set UID的话会将 Effective user ID的话设定为 这两个ID中间其中一个 那我们这里大概看一下 还有一个是set reuid 就是real UID跟 Effective UID 两个同时做设定 好那这是set EUID 那就跟set UID 差不多 这个呢 就蛮特别的 它是 get reuid 这个方式蛮好用的 它一次就可以拿到 这三个ID 123这三个ID 拿到这三个ID以后你把那个ID的ID储存起来 接下来你可以去变幻你的UID 好 同学到这个地方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我刚刚如果 从我的目录结构里面 把它 一个档案把它改成是set UID的档案 它的权限自然而然会提高了 那我干嘛还要使用set UID呢 去把它的权限降低 原因是 也是一样是为了 资讯安全的问题 我们 只有在我们 真正需要这个root 的权限的时候 或者是某一个owner的权限的时候呢 才去改变它的Effective UID 否则平常用的 ID就是它最自然的它本身的UID 这是有它的 安全性的考量 另外一个 要介绍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属性 Sticky Bit 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它在使用的时候就是Change Mode加T 那这个属性通常会用在哪里呢 通常会用在Temp这个目录 如果用在Temp的这个目录的时候呢 来看一下这个是系统里面的Temp的这个目录 里面这个地方T特别把它标注起来 这样的话 所有人都可以在这个Temp目录里面制造档案 这跟我们想象的差不多啦 只有 这个档案的拥有人 或者是super user 或者是这个目录的拥有人 可以去把这个档案删除 所以在Linux里面 Temp目录 可以放在那边给大家摆一些暂存 暂存性的资料 然后我们的 超级使用者可能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上去把Temp里面 所有资料都把它删除 好 本小杰到这里 结束 感谢观看 在这里 我们的东西 我们的东西 有今天 在这里 我们的东西